韓国瑜接下来我觉得他获得提名 下礼拜一如果是他会被提名的话 我觉得其实才是问题的开始 因为他到底要怎么样处理他的市政 我们看到高雄罢免韩国瑜 这两个礼拜是暂时掩冰袭鼓 为什么因为他们也 因为他们也希望韩国瑜 因为这个礼拜都是韩粉 对因为他们希望韩国瑜真的能够在民调上冲高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不要给韩国瑜漏气 可是等到下礼拜一 如果韩国瑜真的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 罢韩国瑜的这个所谓的联署会快速的恢复 目前已经将近10万人了 如果他每个礼拜 大概2万2万2万 到最后变成30万甚至40万人联署的话 50万就可以罢免韩国瑜了 我说的是票 这个时候韩国瑜还能够做市长做得下去吗 他会不会辞市长 现在大家看因为高雄已经变成是他的一个负债了 不是他的利多 你是劝他死吗对不对 对因为你想想看韩国瑜上次在高雄是拿到89万票 我请问一下他如果今天选总统 他高雄可以拿多少票 高雄人觉得被他骗了 变成他这个政治城市美跑掉了 他讲yes i do 所以我觉得他在高雄 为什么他后来最后一场造势不敢在高雄办 他说是因为怕登革热 谁相信 对他那天没有办 虽然没有办造势 他还不是鼓励韩粉从全台湾各地 跑去高雄去那边帮他这个这个这个资源光光 这有人说他真的很假 对啊就是他就是怕因为他三三造势如果他这个办起来可能 比他的三三造势那时候差很多被他看破手脚嘛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现在面临到这个两难 辞市长或不辞市长 如果这个高雄一直成为他的一个包袱 那他的民调一直往下跌 他怎么办 还有他现在其实跟蔡英文的民调 虽然他还是第一名 可是已经在误差范围内了 那我觉得接下来如果他变成第二名 甚至变成第三名 那到时候郭台铭就有机会出来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目前暂时就是先看你韩国瑜的气势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必要那么急的要退党 那如果他真的到时候说我不管了 我已经对国民党失望到底了 我就是要退党 我不等你韩国瑜了 我不等了 我另立要另立盟户了 那这个时候他拖党参选 好那王金平跟他一起的话 那不是你在你王金平是跟郭台铭一起对抗国民党 那王金平会被开除党籍 那王金平如果被开除党籍那还是王金平吗 王金平还有没有什么实力 因为我们知道王金平最大的实力是地方派系 可是我们看到像张荣卫也好 或者我们看到像花莲傅坤也好 或者我们看到 他们已经到别的地方去 他们现在都倒向了这个韩国瑜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说 那王金平是不是还有像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其实王金平现在应该是 我觉得是他现在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好像要靠他帮忙 可是他如果退出国民党 有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可怜 一直都没人讨论他 朱立伦 我老师来 朱立伦他其实最近有这样子的说法 他就去喊话说 你来看 韩国瑜郭台铭其实都比较没有接受过检验 虽然说很多民党说 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好 所以他们认为说 你们就是冠票给韩国瑜 但是他提出的这样子是说 最好不要有政治考量 他诚恳的呼吁是说 你要挑有能力适合的人 以免到时候选出一个不适当的总统 他什么意思 我觉得比较适合成立自库的应该是他 应该是朱立伦 他比较适合成立自库 我觉得他这一局很不幸 国民党出现了两个陈咬金 那他真的 他是这五个后决最正常的人 但最正常的人 在一个最不正常的大环境之下 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也不认为朱立伦就被淘汰了 我并不认为 我认为他还蛮年轻 他未来应该 我觉得国民党未来的这个 应该要托付在朱立伦众人身上 如果韩国瑜真的当党主席 我就觉得小心你们 真的要好好小心一下 因为我觉得韩国瑜这种 如果他当韩国瑜当党主席 潘恒旭当秘书长 我觉得这个党 未来的发展也是值得堪忧 你现在正在派官吗 你不晓得高雄市政府 现在这些人搞不好都存存欲动 有人可能要回台北 因为很多人是从台北到高雄去上班的 很多人想说我终于可以回台北了 可以入路巴德路了 他们都像样 我们三天会在高雄上班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郭台铭 他现在 我觉得是国民党要担心 就是说 他如果继续留在国民党不退的话 其实对国民党反而是要忧虑的 因为他离开就算了 他如果在国民党里面 他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有钱的派系领导者 就郭派 在国民党里面 他是不是会挑战 很多国民党里面的山头 因为他变成新的山头 而且你只要是认同我郭台铭的 你如果要选立委 你要跟我挂同看板的 我给你多少钱的经费补助 那国民党现在拿不出钱来 郭台铭可以 我们刚刚讲过 他一千亿 你一个立法委员候选人 你只要跟我挂同看板的 如果我给你五千万 我给你 我就举例 这个钱 那会不会很多人就趋势若鹜 所以这点来讲 我觉得郭台铭 在国民党里面反而是一个风暴 我觉得国民党可能很多人还希望他赶快退党 赶快离开算的 我觉得他对国民党内部来讲 他这个情况会对于 特别是明年的立委选举 国民党很多人就觉得 明年立委是有希望的 可是到最后如果是 韩国瑜是总统候选人 党主席还是我们的吴敦毅 然后还有郭台铭也在党内 他又是一脚 你认为这三个人立委国民党的立委会跟谁 会跟谁一起合照 或者是那个 可能很多人是 我不晓得了 如果那个韩国瑜的风潮 还是像现在 还是像过去那么高的话 那可能很多人会跟韩国瑜合作 可是韩国瑜如果声势下滑 我相信是没有人要跟吴敦毅合拍照 那应该是不会有了 那就变成说郭台铭仿然 大家以为说 他好像是国民党里面的一个地下党主席 虽然他没有党主席之名 可是他的影响力 他的财力 可能有实而无名 那这个时候国民党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让韩国瑜当党主席比较对 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为什么要再去修那个党章呢 就是说我觉得 如果现在的主席去修那个党章 然后变成是说 现任的总统没有办法去当党主席的话 其实是限缩总统的 在党务的权利 那而且会让大家觉得说 现在是不是 这个初选的部分就是大家都谈好的 那这样对吴敦英也不好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党代表 我看不太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全代会的时候去修 而且另外要讲到就是说 上一次总统跟党主席一起的这一个条文 是每一个党代表举手通过 大家通常老师最清楚 看到国民党都是什么 拍手通过 那一个条款是每一个党代表在上一次举手通过的 所以这次是不是也要比照办理呢 你至少你也要让大家举手投票看看嘛 所以我觉得吴敦英他不能去 为了说想要把自己党主席顾好 然后让韩国瑜如果当到总统 他没有办法兼任主席 韩粉应该要把他 我觉得小心这样讲 小心你这样讲 或许是在替国民党讲一点话 但我必须讲 每个人都心中自有盘算 我跟你讲 他们每一个人都想选总统 包含王金平 包含吴敦英 吴敦英现在的想法 为什么他现在要做所谓的 我要保住党主席 他说我没有主观的意思 但我客观希望这样子做 但有一个问题 当韩国瑜被国民党正式提名过了 后面应该千疮百孔 选不下去的时候 你在说A4换柱 变换鱼事件是不是 而郭台铭又离开国民党的同时 请问你 谁是最有正当性 而且可以顺理成章 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 你又把朱立伦给忘掉了 对不起 朱立伦如果有早就已经上来 就是因为他已经出局了 而且党机器也不在他身上 韩国瑜其实现在最怕的就是 走到一半 听到今天走出来 我不行了 所以我要换人 那只有党主席有这样的决定权